咖啡不要真 今天这期视频是2023年的第一期的教程视频 我整理了自己平时在做咖啡中的各种小技巧 这里边有冷知识也有热知识 我把它们总结在一起分享给大家 这些技巧不会对你的咖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可以让你在制作过程中增加一些体验乐趣 或者是提升一些效率 冲挂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挂耳的耳朵折起来 这是它的耳朵 你如果要是不折的话 挂在这个上面 在冲的时候它极有可能就是下坠 然后它就会掉到杯子里边 所以说我们先第一步撑开 同时再把这个耳朵折起来之后 再挂到杯子上边 另外冲挂耳的杯子的容量 最好在300毫升以上稍微高一点的杯子 那冲到后段呢才不会被浸泡住 刚好你看这杯挂耳冲完了之后 它就在下边这么多 还有一个热知识是 蒸汽棒呢它不单单可以打奶泡 它还可以蒸桑拿 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温润咖啡豆 就比如你如果用到的咖啡豆是这种深烘焙的 或者是这种浅烘焙的水洗的 那么你用这两种咖啡豆的话呢 它的静电的效应 以及它研磨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银皮粘附在磨豆机的出粉口 所以说呢 你就可以用蒸汽棒来温润它 比如像这样 你在研磨之前呢 用它来温润一下 这个靠的有点近了 要再稍微远一些 就我们可以换一个容器 就比如在研磨之前 可以用蒸汽来温润它 离的稍微远一点 那再去研磨的话呢 它的静电效应就会减少很多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来研磨试试看 打开看一下 你会意外的发现 它下边沾附的这种静电粉没有了 你看下边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你看这是同样的烘焙度的咖啡豆 没有被蒸汽温润过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下边是有这个静电粉的 我把镜头拉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被静电吸附的咖啡粉 这个手冲的技巧呢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在滤纸的右下角这边剪一个角 然后过滤的呢 会更通畅 看起来也会更舒服 剪完了之后呢 把它折起来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不剪的 这个是剪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不剪的和剪的过滤下来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的蒸汽的蒸汽孔是四孔的话呢 那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个牙签来堵住一个蒸汽孔 这样的时候呢 在打发奶泡的时候 它温度上升的会更慢 能够打得更绵 所以说呢 在打发奶泡的时候 它的时间就会更久 能够打得更绵 所以说我就在想 家用的咖啡机 为什么不设计成主流的三孔的蒸汽呢 如果要是能设计成三孔的主流蒸汽 我觉得会更好 但是如果你的家用咖啡机 只有两个孔 或者只有一个孔 那就不要这样做了 这个呢 是单向排气法 它是给咖啡豆往外排气的 如果咖啡豆袋没有这个排气法的话 那时间久了 咖啡豆的袋子会堵成包 甚至呢 袋子会爆掉 它是可以排气的 你们可以贴 又漆出了对吧 那么如果你带着咖啡豆去坐飞机 那么我教你最好拿一个贴纸 把这个排气法给贴住 不然呢 你坐完飞机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袋子完全收缩了 在飞机上呢 主要是受气压的影响 咖啡豆就会加快氧化的速度 如果你们喝过我们的低音的咖啡豆 我再教给你们一个神奇的配方 就是在低音咖啡的这个里边 我们研磨完了之后 再加两克的路易波士 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 一起来冲煮 那你就会发现你喝完了之后啊 立马就会犯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只有我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们家里边啊 同时有这两种原材料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试 然后呢 回来再跟我反馈一下 比如一包咖啡豆放了有大概快半年了 你问他还能不能喝 当然可以喝 因为他还没有过保质期 但是呢 他已经过了上位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成冷泡 喝起来也是非常可口的 颗粒适当的细丢丢 但是不用细特别多 直接加水 把这个保鲜膜一盖 放在冷藏柜里边 第二天早上你就可以喝 他豆子过了赏位期之后 如果要做成热的的话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香气可言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 就做成这种冷脆的冰的咖啡 那冰咖啡呢 它本来就不会像热咖啡那样 有非常复杂的香气 所以说呢 时间久的咖啡豆 你做成冷脆冷泡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法压壶呢 因为它使用的是这种金属的滤网 所以说有的时候做出来的咖啡啊 会有一些咖啡的细渣渣 我们呢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们往下压的时候呢 不完全压下去 压到一半 贴着这个咖啡的粉层 然后呢再往外倒咖啡 这样的话呢 它出来的咖啡液会更干净 对了 还有一个冷知识 就是当你在边走路 边做咖啡的时候 你是拉不了滑的 等一下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就比如我从这边来走过来 看能不能做出来 这样子 就是出来一坨 所以说小伙伴们 你们谁不信 你们可以自己去操作这试一试 如果你真的能做出来 你可以拍个视频 发出来 我给你点赞 我给你投币